下班了 还不走吗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谢谢顾总 不用了 默不语的誓言我还没听完 我想听完以后再回家 说你也忘了我 我到底该归宵何处 喝 别管我 不好意思啊 一起喝 好了好了 抱歉啊 家乡 不喜欢我 解释 咱们都是 对对对 我先送他回去 你盯着点啊 来走 凯文 我刚来你就要走 还是晚啊 扛着谁啊你 谢飞 不好意思 你没认识啊 他是我朋友 就住我家隔壁 他怎么办喝成这样 没事 那个我麻烦你个事 今天我们这儿人手不够 你帮我把它送去好不好 好 我刚好也要回家 交给我吧 可以可以 不客气 还好 回家喝 可以可以 回家喝回家喝 喝一只喝 喝什么 行了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注意安全啊 我 你 你 你 再给我一杯 喝那么多干嘛 真是的 我家也就消愁 只有真命天女 不喜欢我 真命天女 什么古早的词汇啊 谢谢 谢谢 谢总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真命天女是什么梗 塔罗牌上说 我的真命天女是仙人长女孩 一定要把握好 仙人长是我们的羁绊 小宁 就是我的仙人长女孩 仙人长 小宁 我告诉你个惊天的秘密 你肯定不知道 什么秘密啊 你知道谢飞为什么喜欢你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你送我的这盆仙人长 记得呀 怎么了 那一天 谢飞在公司算塔罗牌 正好算到他会遇到他的真命天女 而他们的牵绊就是仙人长 所以他下班回来看到你拿着仙人长走在路上 就认定你就是他的真命天女 这理由也太奇葩了吧 你看啊 我对他的言一见钟情 而我才是这盆仙人长的主人 这就是缘分对不对 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爱人理由 还真的挺适合谢总的个性的 嗯